不会像今年度刚好现实合并 那这个人数呢 不是我们原来可以预期的 但是市场很坚强的一个决心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尽量做到100分 今年度没办法做到 我们明年度一定尽量做到100分 是 尤其是照顾这个长辈啊 照顾弱势啊 可能也是一直以来这个 以市府来说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 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 在这些可能还没有办法享有 这么第一线 就是说同步在这个牙医的资源 能够像市区这么充足的这些地方 那可能这边也要请教一下局长 就是说当然啦 我们刚刚提到 虽然说有这样的一项福利政策 对于市民朋友来说 营法族是非常好的 但是这个牙齿保健的进行 也是相当重要的 那可能以一样县市合并 这样的一个基础为出发点 那未来我们针对这些牙医师资源 相对缺乏的地区 是不是以卫生局这一个部分 有没有去思考到 那可能我们要怎么样 让这个医疗资源尽快的深入 我想这一块呢 除了我们在各卫生所 加强所谓口腔卫生保健的一个宣导跟卫教 那我们也跟牙医师公会 或者相关的牙医师团体呢 比如说我们拿六规来讲 那他们就会轮派牙医师到 我们卫生所设置的一个服务据点 也有现场有很好的一个设备 替当地的老人家服务 但是毕竟比较更偏远的地区 还是需要靠比如说像我们的茂林 或者是南马夏 山须的部分 所以他是有跟高雄医学大学 有派牙医师 就是一个IDS的一个资源计划 也有在进行 所以只要任何一个区 民众有需求的时候 我们其实卫生局 卫生所到牙医师团体 都会伸出援手 同时呢 把他们健康尽量照顾 跟城市的部分 差距不要那么大 是 其实在信息合并之后 相信我们的卫生局 其实对于整个这个医疗资源 要怎么样有效的做分配 是进行了一项规划 那如同刚刚局长所谈到的 当然我们是选择 跟一些这个医疗机构 大家一块来合作 那现在我们建立的一个合作模式 跟默契可能会是怎么样呢 事实上我们原来在规划的时候 某一些区 比如说这个医大医院 高雄荣总医院 高雄产根医院 高雄医学大学医院 这几个准医学中心或医学中心 我们会分派一些 比如说哪一些区 比如甲仙 是荣总那边去支援的 按照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是有时候是化归为 紧急医疗的支援 但是我们现在也希望说 是不是牙医师的口腔保健这一块 也可以纳入进去 那至少我刚刚所谈到 不管是牙医师公会派医师去轮职 或者是医学中心派医师到偏远地区 在健保局的一个经费支援之下 我想目前听起来是 如果还有一些个案 我们知道问题所在 我们一定会马上去做处理 所以可能请医疗资源不足的 这个各个地区的老人家 或者市民朋友 如果觉得有这样好的一个建议 其实我们都可以做来 一个政策上面的一个参考 是 其实也希望说 这个地方上的民众告诉我们 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假设我以这个牙齿的例子来说好了 如果说我今天我住在南巴西亚 或者是我住在茂林区 如果我今天觉得 这个牙齿好像怪怪有点痛 那我可能可以怎么样去寻求医疗资源 以地方上来讲 基本上我们第一个还是卫生所 但是牙痛有时候痛起来是 不得了 不得了 所以民众有时候可能只有到最近的 比如说他们在南巴西亚的部分 最快也许是要到这个七山那边 那我想在未来的一个过程当中 最重要还是先预防 平常你就注意牙齿的保健 或者一些尽量槟榜各方面的 不要去过于吃这些对牙齿有伤害的东西 就戒掉 对 但是如果说牙齿的一个平常的检查 那也是很重要 那真正碰到急性的痛的时候 其实就等于是一般的急诊一样 而不是说只有牙齿痛或者是肚子痛 我们会当作一般紧急医疗的一个方式 给他们做处理 是 其实我们回过头再来看 我们的这个老人装甲的福利政策 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同刚刚局长 已经有先跟大家提到的是 其实追加的预备金 这不是偶发事件 其实每年度呢 可能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这个社会 你可以发现呢 这个高龄化的情形越来越多了 那如果说在高龄化的情形之下呢 可能相对的会有这样的需求的长辈 特别多 那当然啦 前提还是要呼吁大家 其实从不管你是什么年纪 牙齿保健 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那即使是长辈的话呢 相信有自己的牙齿可以咬 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但如果我今天我已经是到达这个 所谓符合资格限制 好 那就是说符合这个 适合装这个假牙的福利政策的长辈 他可能是不是有一些先决条件 才就是说我符合这个资格 我有这个资格可以去 试用这样的一个福利政策 他可能一些先写的条件是什么 这边特别说明就是主要当然一定需要年满65岁以上 那一辈子可以使用一次 一次 对 但是有一些中低收入户 我们在中央是有预算的一个补助 所以目前来讲 全口无牙的是我们一般老人的一个要求的条件 那中低收入户的部分呢 可以有半口或者是部分无牙的部分呢 可以按照实际的情况去做一个调整 但是我这边也要特别强调 因为过去呢 包括很多议员也在关心 会不会因为我们一般老人设定说是全口无牙 然后变成老人家可能还有一两颗牙齿 结果他想说那为了符合这个条件 而去把自己原来还很好的牙齿给拔掉了 这样的情形偶尔会有听到过 但是我这边也特别呼吁所有的牙医师朋友 不要让这些老人家为了符合这样子一个情况 而把好的牙齿给拔掉 我想如果我们知道这种事情 我一定会请我们的医政科去做事后的一个处理 当然如果一个牙齿的部分是一个条件 年纪是一个条件 但是我刚刚说过也不是一定要全口无牙 我们会看你实际上主角的功能 是不是达到完全没有办法设施的部分 我们也会考量说在这个政策之下 再给予做一个好的照顾 是 刚刚因为局长举的一些比较不好的例子 其实会听起来也让人家觉得还蛮可怕的 毕竟这个牙齿还是自己的好 所以真的也是要呼吁所有 你可能希望可以去试用这项福利的 真的还是要好的想一想 因为毕竟你假牙跟真的牙齿 我们刚刚一定要跟大家继续强调的是 还是真的比较好 好了 所以如果说好 好 我今天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了 那我也想要去问问看 虽然说刚刚局长跟大家讲了 非常非常的仔细 好 那有哪一些咨询管道 如果真的我今天就是站在高通车啊 好 我想要来问一下就是说这个 这个几岁去这个货币 要去岛屿来问呢 我们有哪些这个咨询管道 可以让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 免费装甲的福利政策更进一步的了解 可能大概有哪一些管道可以来进行咨询 好 我们其实在实施这个政策的时候 一般除了网路 可是很多老人家他不一定会使用所有的网路 所以包括广播电视媒体的一个消息的发放 我们也同时印制宣导单章 另外呢也透过民政系统发放一些这个通知单 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寄送了3万多份的一个明信片 那另外我们市长在县市合并以后推出的1999专线 我们都有跟这些话物人员 特别把这个政策的Q&A都给他们 所以你有任何的疑问 其实包括这个政策的一个条件 其实在打1999 我们都可以做最好的回答 另外当然我们各卫生所 还有各亚医师诊所 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管道去接触 所以刚开始在实施的时候 确实有一些原来高雄县的一些管道 因为交通的问题也比较偏远 不容易得到这样的一个讯息 也造成说他们在整个筛检的过程中会延误 那我们在很多的一个议员的关心 包括我们自己重新检讨之下 其实今年度整个通知的管道是畅通的 但是因为刚好编列预算的问题 那我们已经在做事后一个跟市长签诚 动用第二预备金的这个完成 那明年度我们会按照今年 可能在产生过程当中 还要需要补偿的部分 我们一定会尽力去做 是 所以在县市合并之后 包括这个咨询的管道 都有考量到说 要让原高雄县民方便了吗 对 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个人在家里 他能够接触到什么样的管道 我们都会全部去涵盖 包括报纸 平面媒体 到广播 然后透过我们自己民政系统 透过我们的卫生所 透过亚历市工会 另外最重要我刚刚说过 如果电话只要打1999 事实上1999就可以了 对 那这样的话 好像就是直接打的话比较方便 想问什么的话 可能有特别的给人家教育训练过了 好 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很高兴 邀请到我们的卫生局长 来到我们的节目 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这个装甲的政策 那么最后的一个问题真的就是要 也帮高雄市民好好地来问一下 就是因为大家还是会觉得说 是说真的还是说假的 还是说是不是这个钱没钱 我们就真的争不争 大家对于这个普遍坊间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传闻 多多少少透过口脸相传 因为一样嘛 讯息希望第一时间可以到达所有人身边 但是我们还是可能很难避免 就是大家对于这样一个政策之一 干未跳平 好 所以在这边的话 想请教一下局长 就是说面对高雄市民 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挑战 那我们是不是在最后来做一个呼吁 好 我想我今天坐在这边 接受主持人来谈这个主题 就代表我们高雄市政府 在市长的一个政策 一个宣示之下 对于老人的假压福利政策 是会延续下去 至于经费的问题 我想那是我们内部 需要去寻求解决 所以只要是符合条件的老人家 你第一个 先把自己的牙齿照顾好 到真正需要的时候 我们高雄市政府会作为你的后盾 给你最好的一个帮忙 是 我们刚刚也不算这个言行考大 就是说有听到我们这个局长 在最后我们所做的这个呼吁 就代表说 其实这个假牙政策 上路到目前为止 可见 它的确是会延续下去的 那可能就是说 当然也是一直提醒在提醒 就是当然牙齿的保健 除了靠这个福利政策之外 自己的这个卫生习惯的建立 也是相当重要的 那当然来也希望说 透过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让大家彻底来了解一下 究竟在英法族假牙的 这个免费装置的政策上呢 在现实合并之后 打算怎么样的进行 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 我们的卫生局长和其公和局长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也谢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 我们高雄亮起来 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德国的这个 布朗卡教授 他提出来的 所谓摇篮到摇篮的 一个经营的模式 其实是用这样的 一个生态化的概念 也就是说呢 其实呢 我们将来 要让它走入一个 所谓的像生态系统一样 一个循环形的社会的话 很重要的话 就是所有的物质呢 它必须能够回收 给循环再利用 宝贝我们的地球 宝贝我的未来 小师兄 家人 您来看 我没有赢了 小老师在逗 你没有赢了 很怪是在往路聊天 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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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在这儿 您看边往路 您都不知道 阿宝 您看我去聊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